记者在广州中山影科中心心院区见到徐正杰时 他正忙着为病人出诊做准备 他的同事见到他就笑称他是大明星 2020年刚从中山大学影科中心博士毕业的徐正杰 说是学霸并不为过 加上外表俊朗还有他香港青年的身份 都让他格外受关注 受家庭影响 徐正杰从小就对医学产生兴趣 但对于现在成为一名在内地职业的医生 他自己也预料不到 曾几何时他也是一名想留在香港工作的医学生而已 其实那时当然一心都打算回香港考牌做医生 怎么知道就慢慢觉得 其实内地是一些发展中国家 他慢慢经济地发展 整个医疗的一个发展问题都逐渐逐渐在改变着 我觉得适合我这个觉得比较好奇的一个性格 十多年前徐正杰从香港来到广州 进入晋南大学全英文教学的临创医学专业学习 由此开始了他在内地的求学之路 回想起这些年的求学经历 徐正杰感叹 内地发展速度飞快 今年来伴随着内地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选择到内地求学 据统计目前共有2.32万名港澳学生 在内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就读 其中香港学生有1.6万名 数字持续上升 徐正杰说在前些年许多香港学子对内地的教学模式了解不多 也会有所疑虑 但自己的求学经历让他知道 内地教育环境教育方法都在不断演变 特别是解剖科 他就会走过来跟你说 这个应该如何去解剖 这个应该如何 甚至说以前他读书时是如何做的 他完全是把经验都告诉你 又不会说一般正经 就好像没有遇到这些问题 徐正杰告诉记者 正是自己在内地的求学经历和实习体验 让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如今徐正杰每天除了门诊之外 还有很多任务 包括审阅影像资料 做手术等 但他乐在其中 他现在工作的机构 是中国首屈抑制的眼科专科医院 经常都有来自全世界的知名专家 来分享经验 为青年医生提供了很好的成长环境 这位医院的明日之星相信 内地医疗行业发展正经历志的飞跃 该行业未来前景无可限量 其实都辛苦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 我觉得可以调动我的积极性 因为当然自己都是很有兴趣 我觉得在这个忙碌的时间 你起码不会被自己懒 我觉得年轻的这个机会 你来到这个地方 无论医疗人员也好 病人也好 都是很充足的 资源很丰富 我觉得在我自己 还有动力或者很有兴趣的时候 我就尽量学多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现在忙不会很辛苦 越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刚过两周年 谈及越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 徐政杰表示 越港澳大湾区机会多 发展空间大 他鼓励香港的年轻人在此开阔新天地 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互补长短 这个好处就是我们怎样将香港 澳门也好深圳 广州这几个重要城市里面的文化 和技术 将大家更加创新一些新的元素出来 无论你交朋友也好 你做特别创业方面也好 其实我觉得 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现在来说 香港的年轻人过来这边 不用太担心 好像来到会不会像房地那样 来到会不会像什么都要自己搞 什么帮助都没有 其实你来过就会知 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差别